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慢性鼻炎长期造成了鼻黏膜的增生 形成了一种黏膜肥厚增生的状态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萎缩性的鼻炎 萎缩就是鼻黏膜萎缩 气整个的整个黏膜萎缩造成干燥 就形成了萎缩性鼻炎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 通过胜 ر운�يع的状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